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希 白克化身剧中角色在办公室搞甜蜜小动作 被同事撞见的样子有点甜 且看他俩隐魂能瞒多久 女士的品格是一部都市话题生活剧 由高涵指导 万希 刘敏涛 行飞领衔主演 白克特别主演 在女士的品格剧中 万希饰演某公司商务部女总管姚薇 是个工作狂 刘敏涛饰演安心 行飞饰演刘小溪 白克饰演成良 小编注意到 就在女士的品格开播之际 万希 刘敏涛 行飞 白克化身剧中角色纷纷上线 与网友和粉丝热情打招呼 万希说 姐不吃这套 姚薇是懂怎么拿捏老公的 刘敏涛坦言 安心的心事糟心 是啊 女士的品格终于开播了 谁看谁不说一句 刘敏涛演的安心好男 安心的日子就没安心过 不仅老公破产家被查封 还被老公拿住离婚协议书要求离婚 这日子也太糟心了 安心该如何处理这生活中的一地鸡毛 丈夫的麻烦是还没结束 还有一个一直不争气的弟弟 这样的家庭看得揪心 结果职场上也不顺利 想看后面刘敏涛顺利起来 作为领先主演之一的行飞 这次演了个职场菜鸟 刘小溪来了 行飞戏称 大爆哭了 无所谓 180大帅哥会出手 女士的品格开播 姚威 安心 刘小溪等人叱咤职场 见招拆招 闯荡职场江湖的故事 颇有吸引力 备受追捧 热度很高 而行飞还有两部新剧 一部是烈焰之舞更迹 另一部是花西剧 分别与任佳伦 朱续丹 演艺宽 朱正廷 米热 蒋星 郑熙怡 韩栋 徐开诚 徐方舟 高曼儿等众多明星合作 也是备受关注 烈焰高燃 破天之战如约登场 少年相约 混沌中找寻时机与光明 让不死战火重燃希望 烈焰之舞更迹 是由郑伟文指导 刘重重联合指导 任佳伦 行飞 朱续丹 颜艺宽 朱正廷 明热领衔主演 江星 郑熙怡特别参演 韩栋 任也凯特邀参演 行飞曾与任佳伦合作过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此次 他与任佳伦再度联手合作新剧烈焰之舞更迹 备受期待 再看花西剧 时空交汇 是意外还是命中注定 情愫见生 是真爱还是歌曲所需 花西剧是一部古装填充偶像剧 由李玉磊指导 行飞 徐开成领衔主演 徐方舟 高曼儿等主演 在花西剧剧中 行飞饰演戏精少女李出院 徐开成饰演少庄主安景昭 小编刷到了花西剧的精彩花絮 行飞 徐开成在剧中跨时空恋爱 甜去追爱 甜宠奇去闯江湖 假扮未婚夫妻捉拿幕后黑手 剧情还是蛮吸引人的 女士的品格开播 行飞还有两部新剧 一部是烈焰之舞更迹 另一部是花西剧 分别与任佳伦 朱旭丹 演艺宽 朱正廷 米热 蒋欣 正希仪 韩栋 徐开成 徐方舟 高曼儿等众多明星合作 你期待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